知名武術家蘇金苗是雲林縣順武堂第四代的武術傳人 也是台灣武館在南非的開拓者 早期遠赴南非授課 目前已經有24家武館超過6000名徒弟 不過一心嚮往回台的蘇金苗最後還是回到台灣 將傳統武術和武德教育滲入到台灣的每塊土地 教學員立 學員卻相當福氣 武術家蘇金苗傳授羅漢拳的施展要領 學生在殘烈的摔打中感受師父的用心 他要叫我出去示範然後叫我一拳打過去 然後他怎麼抓怎麼攻這樣 對怎麼擋 老師對我們的武德都砸很深的根 所以我們也不會隨便跟人家起衝突啊 學武術有帶來那種精神意志力 對 在做任何事情那方面都是很可以持續下去的做 武德威嚴並重的蘇金苗不僅展現在全港套路 蘇金苗更藉由宇宙運行的道理 詮釋傳統武術的奧妙 前術每一個動作也是自轉跟公轉的道理在那邊 互相運作那為什麼要轉 這就是圓的道理 圓才能融合 滾石才不會生胎 人緣法才不會刺牙牙 不刺牙牙人家才會尊敬你 這不就是我們武術裡面悟出來的道理嗎 這不就是我們要求的武德嗎 其實德在哪裡 德就在你在打那個前套的每一個動作的 的理念 在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孩子 找到新的方向 如果我放棄這些孩子 我不繼續讓他們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繼續練的話 說不定就會變成社會的另外一個黑暗面的一分子 所以這樣的一個使命感 讓我覺得說我不能放棄 我一定要把他把這些孩子交好 這個才是我人生必須去完成的一個責任 所以這樣的一個理念讓我一頭摘下去 從此無法自拔 傳統武術的種子已經開始在茁壯 在蘇晶苗的帶領下 這些學生從傳統武術中體悟不一樣的人生觀 新唐人的亞客電視張又名陳毅文 台灣與林採訪報導 TAKES